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刚刚啊 刚刚收到一个观众朋友的留言 也是跟着我学几点很久的 我们一起学几点很久的朋友了啊 他呢 留了留言 我觉得我应该专门拍个视频给大家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你们好棒啊 可是我很惭愧 一直断舍离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东西 不乱购买的习惯是我一直都有的 只是对那些文件类的东西呢 实在是太不会整理了 总是整理到一半就有事儿 事情去忙 然后呢 就把当时没整理好的又堆放在一起 下一次再重新到处再继续整理 反反复复的整理不明白了 整理不明白了 总之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还没整理好的 旧的 又有新的来 很多呢 都很泄气 很累 OK 我们先针对他第一个留言呢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我之前有个视频呢 给大家提过 我说当邮件进入到我家里来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先就是说把它打开 马上看该扔的扔 该放的放 该给钱的给钱 给钱了之后呢 单子 账单和账单放在一起 银行单和银行单放在一起 然后呢 其他的重要文件呢 就是我之前有给大家照过 有这里上那种folder那样的 一个folder 一个格 一个格的 当场就把它放好 摆好 因为这些东西呢 我想我们 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国家怎么样 在澳洲呢 有些文件呢 是需要放到一到两年的 像有一些家庭的bill呢 其实我们是不用留着都可以的 直接去摧毁掉 直接去 他们现在有很多 已经转向email的 email的bill我们给完 根本就不会存的 所以其实很省纸账呢 如果有纸账的话 有的朋友呢 就是可能不舍得扔 或者是说他想拿来统计一下 一年的开销是多少 那我们就留着 等到一年到两年之后呢 再拿去销毁也是没关系 但是至少是它是一个folder 一个folder放好的 而不是什么单子都放在一起 一定要找一个那种 就是那种folder呢 就是那种文件夹 一格一格的 上面标上 这个是放保险的 这个放银行文件的 这个是放单据的 这个是放什么 这个放什么 这样的话呢 单子凡是一进门 就拆开阅读 该给钱的给钱 然后该放的好都放好 这一点就已经停止了 单子进入搞乱你的生活 这样的话呢 你什么时候有空 你就把旧单子一整理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残杂到一起去 而这个重新储备的这些单子呢 你是一打一打的 等到你可以标上年月日 只要超过两年 其实一年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有的人赛普放弃行 超过两年就可以连看都不用看 直接销毁 因为这里边全部是单子 有什么东西你心里都知道 不用说在排着一张一张的翻看 哎呀这里边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漏掉吗 没有 而是你知道这一打是银行单子 OK不用看了 这一打是账单 是那个bill 就像是水电煤啊单子 也不用看了 直接处理掉 所以纸张也是我们生活当中 最大的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因为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 看到之后呢 哎呀又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 又不舍得扔 然后堆堆堆就堆多了 所以这个朋友提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他留的第二个言呢 也是非常可爱的 他说亲 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很惭愧 跟你学习的这些朋友 都大大改善了生活质量 而我也听了你的视频 好长时间了 不但没改掉 而且东西主要是旧的 怎么都整理不明白 很自责很难过 自身很身心疲惫 看着很多十多年不用 但是每次都不舍得扔的废物 就心烦 烦这些废物也烦自己 真心想全部扔掉 动不动呢 就给自己一百二百的 当是二手货店买去了 但是现在呢 都给了自己一千块钱了 还是扔不掉这些世俗的东西 我想呢 这也代表我的内心真实写照吗 但是我内心真的很阳光正能亮啊 其实非常可爱啊 他的这个方法是蛮好的 给自己钱啊 让自己就等于是 把东西卖掉了 其实这个 其实不关于卖不卖 而是可能我们比较念旧情 也或者说呢 像他说的 他也像他说 他从来不乱买东西 所以他买回来的东西呢 可能是毕竟是有用的 有些东西呢 虽然十几年没有用 但是他脑子里面总觉得 可能有一天会用到 或者说他本身是有价值的 可能有 就像我之前的心理 心理那个辅导 他说 他说很多东西啊 我们的 对某一样东西的执着 可能与我们的 曾经的经历有关 也可能你小时候 曾经有类似的经历 经验 比方说 有什么曾经 或者比方说你扔东西 会被别人说呀 会被别人怎么怎么样啊 或者说 你曾经的东西 很难得到手啊 很珍惜呀 这都是你曾 就是有一样东西 当你解释不透 为什么你会这样做的时候呢 是因为你曾经有经历过什么 或者小时候的一些 暗示记忆 令到你有种 对我们说癖好啊 有种癖好 OK 我们先从心理学方面 解释了这个问题 另外从实际上 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也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先从我眼前开始 比方说有一些东西 我真的真的不舍得扔 那我就把它放好 放到我的储藏室里边 我看不到的地方 至少我不用 每次看到它我都心烦 因为这样真的会让我自己也很心烦 我们呢 把这些东西 比方说我现在家里边 之前我不是说 有一个CD机啊 DVD机 卡拉OK机吗 我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呢 我就放在一个 我完全看不到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它真的用不到 现在我已经确保它用不到 但是我还是不舍得扔它 因为它很贵买回来 但是我还一直在想 我该怎么去处理它 但是我在等 我现在反正我现在看不到它 也放在一个不占地方的地方 那我就放在那好了 没关系 不要去 非要想 不要把精力集中在 你那样解决不了的事情上 要把精力放在 我们容易可以解决的事情上 所以我现在在楼下呢 其实我还有一大 一个整个储物柜还是满的 很多东西也是 我人们一直不舍得扔的东西 但是至少在我的生活环境当中 我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极简了 而且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可以让自己过得很舒服 但是呢 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生活习惯 都是会到处来扔东西 东西不断的增加 不断增加 这是难免的 但是首先一点要记住 一定要阻止自己东西进入 当东西进入 只要进入到你的房子里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 就把它挤减掉 或者是把它替换出去 像我买东西 我买多了 行 你要买吗 那你就一定要扔 或者是捐出一批东西去 让家里的这东西处在一种平衡 或者是处在一种减少的状态底下 这是很正常的 不要说烦自己 也不要觉得自己很不开心的 很难过的 没必要 也不要责怪自己 因为这是很正常的 像我们的老一辈 他们经历的就是非常节约的生活 而我们是受他们耳听木染的 我难免我们会东西 对东西有些留恋 像前两天有个朋友说 我终于丢了我 四十几年高中时的鞋子 三十几年结婚前的鞋子 终于处理掉了 这都是 这是对他来说 是多么大的一个进步 其实我们自己想想 你叫我们外人听着 这么多年年留着干嘛呀 但是这是他的记忆 但是他走了之后 我说你真的好棒 你终于可以把它扔掉了 而且扔掉之后 这个美好的记忆 仍然在你脑子里面 它是没有变过的 美好的记忆 是不会跟随 事物的丢掉 或走掉而消失的 它是永远存在我们心里 存在我们脑子里的 所以 所以呢 就是这个朋友留言呢 我觉得特别有趣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在做极简里边呢 我们真的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是你们可以翻查 其实我一直在 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已经在不同的视频里面 都有讲过了 就是要真正自己难处理的东西了 先不要去老是天天 就把脑子放在那个 你处理不了的事情上 把它打包好 整整齐齐的放到一边 或者放到储物柜里边 看不到就算了 OK 只要你知道 确定它不用 OK 先放在那里 没关系 把眼前的东西 整理好 打扫干净 整极简了 等有一天 哪天心情好了 再翻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自己 心里边会想放下了 你每次进入你的储藏室的事 你都会想要 你都会能放下一些东西 都会想要扔一些东西 所以我呢 就会尽量的 就是不要 你与其把精力放在 你不想扔的东西上 还不如轻松的 把你可以扔掉的东西 多扔几样 比方说 当你每次看到这样东西 不行 我扔不了 我很烦 那OK 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样 那你就拿两样 你容易扔的东西 把它扔掉 或者处理掉 这样取得一个心理平衡 因为你至少 OK 这样东西 虽然我没扔 但是至少我处理了两样东西 至少我家里东西 再减少 让这个思想一直保持住 想着 至少我家里东西再减少 所以 做极简呢 我真的是一路 我也是走过来的 我几乎每一次我都发现 有些东西 当我视它为命 视它为宝 视它为 不可能会扔掉的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 它就变了 就是 心里边就放下 都觉得 可以 我可以做到了 像我客厅的沙发一样 我以前就觉得 沙发放在这里 多好看的 怎么怎么样 但是忽然有一天 我觉得 我不再需要它了 为什么我的客厅 要无缘无故放两个沙发 而只是为了观赏 我们却 我们却用不到它呢 为什么我把整个客厅 放在那里 空着 我不用它呢 我还为什么不把它改成一个 健身房 像是舞蹈室 可以真正我们用上它呢 所以 很多东西呢 真的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随着你不断的询问 不断的成长而改变的 也随着你在对事物的判断 和极简的过程当中 你会对 这样东西 会在你心中的分量 在慢慢的减少 所以 这也是感情 就像感情一样 像我今天刚说的爱情一样 不要去强硬的 非要拆开它 非要 我硬要扔掉它 可能你扔掉了 如果你还没有到 准备好的心态下的话 你可能会后悔 可能会心痛 可能会觉得 有一种另外一种自责 在自己的心里面 所以 不要 我们顺其自然 是吧 我们做集结 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过好日子 让自己过的日子轻松 为什么要逼自己呢 如果让自己觉得 不开心 逼自己 或者很责备的话 那我们做这个集结 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不需要给自己责备 也不需要觉得有压力 也不需要烦 我们把它包起来 先放一边 我们先 这个剪不了 我们可以剪别的嘛 家里这么多东西 我那时候就这么想的 我想 家里这么多东西 我随便扔两样 我家都是在剪东西 你知道吗 我家真的很多东西 超多东西 到现在还在剪 甚至 有些时候 因为我自己 本身的以前的习惯就不好 所以难免呢 到时候 本来整洁的桌面 忽然间一会儿又摆满了 但是我就是在坚持 我就是在坚持 每次在不停地坚持减少 不停坚持 不停坚持 比方说有些时候 像 像这种 购物的单子一样 有一段时间呢 我会觉得 我购物单子了 那我就直接扔掉好了 可是最近不是学 学理财吗 忽然就发现 单子后面 单子后面会有这种 会有这种 就是coupon 减价的coupon 什么什么的 觉得很有用啊 可以留下来用啊 什么的 但是 其实我后来想了一下呢 就说 这都是个过程 我觉得我如果 我现在正在学这东西的话 那我就留下来 我留下来 其实你看到一打 又是一打纸 但是我会尽量去用它 我也相信 等过一段时间之后 等我真的把它融入到 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我会懂得怎么样去 什么纸 什么receipt 该扔 什么不该扔 什么 什么这个virtual 该留 什么不该留 我有些东西呢 什么该花 什么不该花 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没有人天生就会的 像我现在做几简 我都是自己经历过来的 不是说是从哪学的 或者是跟大家 我和大家都是一样 都是一点一点摸索的 所以 永远保持 就是我的之前说的 幸福快乐的生活 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学几简 就是为了幸福快乐 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压力 我们轻松的 大家一起来几简啊 可以 如果你们学几点 遇到任何困难 尽管给我留言 我呢看到了 我就可以 关于针对你的问题 开一些视频呢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很好呢 是不是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